三级警戒确定延长 但13号开始的违解封 让桃园石门水库也即将开放 园区会采取一进一出的管制 还要实施入园人车管制 因此只有开放平林跟大湾平两区 还要限缩入园的时间 石门水库里面的餐厅也不会开放 石门水库因丰园期间受梅雨昱注 湖光山色美景每不申收 三级警戒再度延长 不过石门水库将实施违解封 将要在13号有条件的开放部分园区 石门水库为解封还是会遵守几个原则 包括入园车辆管制 小客车限制400辆 机车只能够100辆 才一进一出制 满载的情况下有人出来你才能进去 并且只开放平林大湾平两个管制站 入园时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 在下午6点前游客必须要全部离开 而园内的街头艺人咖啡车导览解说和游艇 全部为了防疫占卜开放 尽管石门水库宣布违解封 但还是不能搭船 因为船只算室内仍有5人以下限制 而里面的餐厅也因为只能做外带 不符成本的关系 大多都不会开门营业 违解封后能不能有效纾困到商家 大家还需要时间观察 记得林柱强桃园采访报道